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读经法》 今天是第七课的第二节 今天我们继续谈论史实式的启示法、简介与例子 再重温一下史实式的启示模式是如何? 神值某些人将重要的人类历史记录下来 基本上是什么的记录呢? 没错,是客观的记录 包括事件的发生当中言行的技术、背景的交代 是如何描绘的呢? 没错,作者是用主观性的去描绘的 目的是把这件事展映在我们眼前 不单止是将这个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 更重要的是其中得着真理的亮光和熟灵的训绘 我们就从fact、事实,即是历史的事实当中 尋找truth、真理的所在 了解神的心意、计划、掌握神工作的原则 认识人、神之间的关系 了解人本性的特点和事实中事件发生的熟灵原则等 好了,我们就留意下这个史实式的模式是如何读法的呢? 史实式的独经法 A part 首先就是要什么? 记不记得呢? 没错,应该是观察 接着就是揣摩 一切人与事之间的信仰的关联 配合已经掌握的真理蓝图 就作处魔的什么呢? 规范 没错,规限着你怎么想的 好,处魔历史中人物言行背后的什么呢? 信仰理念 不是信仰,不是那件事的做法 是那件事做法,那件事这样说法的背后 信仰的理念 是吧? 以找出真理的所在 那人所说的事,所做的事 背后的信仰理念 可以是truth,是真理的 可以不是truth,不是真理的 那我们怎样衡量呢? 就用我们真理的蓝图 即已经先传掌握的真理 作为一个对照 有时会找到那些人所说的 所做的是truth的 是真理的 是真理的 背后的理念 但有些是偏颇的 是错谋的信仰理念 ok? 好,记住一下 这个是那个事件 或者言行背后的信仰理念 所以用那个信仰理念 作为一个truth 就是一个我们 无论是哪个时代都要守的 但是那件事 就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要做的 是吧? 因为做那件事 在这个时代未必可以做到 但是背后的相理念 就可以实践得到的 最后就总结出真理的什么呢? 主题 或者一个领域 跟着就发出什么呢? 真理性的发出亮光 光照在黑暗里的信徒 对吧? 跟着呢 带来什么呢? 属灵上的改变 产生个人上 信仰生活的意义 希望大家能够 在往后的日子当中 继续探讨史实色的时候 这个史实色的独击法 都慢慢能够熟练 能够理解得清楚 在各样的例子粗练当中 就越来越掌握 好像话语识那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去到 那幅图记得吗? 那我们就来到这一幅图片 就将层次的结构 用一幅图去展现出来 读经法 这个史实色是怎么读法的呢? 透过这个表就看得出了 第一观察 第二存摩 接着就归纳 存识它 归纳它 观察就是人、神、事、物、地、点和时间 存摩就是想它中间的因果关系 动机 属性 含义 最后归纳出 存识 归纳出就是真理的主题 真理的亮光 以及对于个人的真理的意义 好 那这图片希望你都容易理解了之后 掌握这个史实式的读经法 那我们仍然是史实式的读经法 那我们继续去查考今天的经文 就是 若拿书一章六到十六节的经文 一样 等着我会读出经文 可以在读的过程中 大家尽量尋找若词 心中去存识 如果可以的话 去到一个成熟阶段 就应该很快掌握到一个主题出来 那我们最后都有加插一个反思的过程 好,现在开始了 先读经文 船主 到他那里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 为何这样呢? 起来 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故念我们 使我们不致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我们祭签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祭签 祭出若拿来 众人对他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你以何事为业 你从那里来 你是哪一个属哪一族的人? 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 沧海 罕地 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懼怕 对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知道 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 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 你将我抬起来 抛在海中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 你们租这大风 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 那些人 揭力荡掌 要把船笼岸 却是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 向他们翻腾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性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于我们 因为你耶和华是 除自己的义子行事 他们谁将若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远 好了 篇幅都比较长 我截录了这里的约词 我们逐个去传识 当然有些约词 你可能都觉得重要 到传识之后 可能都发展出另一个真理理念 都可以的 我们尝试分享一下 我怎样出的约词 第一 我是希伯来人 若拿先知 是一位希伯来人 第一层意识 希伯来人这个字 原文意思就是 来自远处的人 通常都是以色列人 另一种自我称呼的说法 若拿先知 向船上的人 自称希伯来人 也知 以色列人是敬畏哪个 他们的神 是耶和獨一的真神 当然 这个应该是希伯来人 以色列人 应该独有的信仰的传统 可能在那个年代 都会淡霸了 因为也有很多人 去敬拜其他假神 但始终这个方向 应该在当时的时代 人都应该是掌握的 以色列人是敬拜 主要的 就是耶和他们的神 另外就是 我敬畏耶华 这个也是先知他自己 再加以補充 以色列人是拜独一的神 我这个以色列人 先知他自己强调 自称自己是敬畏耶华神 先知在船上的众人面前 自称自己是敬畏神的以色列人 是单单崇敬獨一真神的耶和华 那创造多多多神 意思就是耶和华 就是那位创造万有天地的獨一真神 先知在这种环境之下 仍然不忘记 向船上的众人宣告 以色列人所敬拜獨一的真神 就是创造万有的神 显出先知是敬畏神的 在这种情况下 而背景是如何呢 虽然他当时是逃避神的 而且众人 在众人面前又如何 但他又尊耶和华的名为圣 所以 可能这一刻 才觉得自己 在祖人面前高举耶和华神的名 显出祂敬畏神 好 他们知道躲避 船上人就知道先知 因什么事就躲避神 先知让船上人知道 他们遇到这一次封浪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先知 和所敬奉的神耶和华有关的 这句说话 就弄出这些意思 我知道 遇到 遇到的大风 先知 遇到的大风 是出于耶和华神 他知道神在管教他 先知就向众人宣告 这一次的大风 浪是出于 他所敬畏的獨一的真神 好 因我的缘故 今次船上众人所遇到的 就是因先知 今次船上众人所遇到的大风 和生命的危机 都是因先知逃避 神的吩咐而来的 这些风 这使众人都认识以色列真神的能力 和使众人都敬畏神 这个很特别 跟着 当先知有这样的 见证的时候 这班船上听到的人 就是求告耶和华 船上众人都求告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船上众人因先知的见证 由原先向自己的神祈祷 现在有先知作见证之后 大家都向耶和华 转向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獨一创造天地的神祷告 这个真是神奇妙作为 就是万事会相效力 这里 肯求恩惠 众人从心里 切切地向耶和华 祷告 他们基本上第一次向 以色列的耶和华 祈祷 很肯切 众人直先知的见证 似乎对神有认识 这种信仰真理的认知 作为一个理由 向真神作出狠切的祈祷 即是作见证 让人认识到神之后 人便按着这种见证背后的真理 作出一种按真理而来的祈祷 就狠切地向这位真正的神祷告 好了 接着就是 除自己的 以止而行事 这句说话 第一次的意思就是 神是除自己的意思而行事 很简单 但是这句说话是谁说的 众人因先知的见证 明白以色列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 而且是除自己的心而行的 即是当先知作见证 他们又见到这种环境 对神有准确的认识 这个认识就是 神是除自己的旨意行事 而且行出各样的大能的事 他们这个讨告的过程中 就将荣耀大能归给真神 这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 纵然当时的先知是很不合作 接着就是 这些海浪平息了 因风浪而来的海浪都停止了 众人看见原本极大的海浪 因先知所论的方法 就立即停止了 当然 这个方法就是将 先知自己放下来 同时 因这海浪而来的 生命危机都解除了 明白吗? 那些海浪平息 他们已经很惨意了 即是很惊讶了 那当然 他心灵里面都平息了 为什么? 他大得平安 就是因为 原本有海浪而来的 生命危机没有了 今次 他们便很平静安稳 一来就会怎么样? 他们就 大大敬畏神 众人恩所见的歧视 立即平静 扔了个人下去 就立即平静 真是 在现场你都觉得 哇! 这位神真是很厉害 很厉害 大大跌 勁得来 就觉得可畏 因为当时的狂风大浪 你看 周围这么大浪 天都黑了 人都害怕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能力 立即叫这些人 所有都逃顿 没有了 平静 神显得更为可畏 众人亲自看得原本极大可浪 因先知所论的方法停滞 所以 对大能的耶华神 伸出大大的什么呢? 崇敬 好 接着 不仅如此 向耶华献祭 不知大家 猜不猜到 为何他们向耶华献祭 按常理 众人向以色列的神 献上祭物 这句话 第一层的解释 众人亲自看得原本极大可浪 因先知所论方法 就停止 生命的危机亦得都解除 接着 所以就向神不单有一个敬畏的心 同时因这个敬畏的心 立即显出实际的感谢行动 就以献祭为这个感谢行动 因为感谢神没有奪他们的命 没有将禍患归到他们的头上 因为真是吹先知他们自己的逃避神 对不对? 好了 不单止这样 圣经说他们是许愿 向神许愿的意思 不是向人 为什么向神许愿呢? 这个我猜的 不是这个猜 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就是众人 向以色列的神许愿 按常理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众人虽然逃过这一次大风浪 以来的生命威胁 逃过了 但众人仍然在船上 他们仍然在海上 他们仍然未上岸 现在转过来 向以色列人的神祈祷 许愿 即是未来的事 未来他们想上岸 如果神能够保守 他平安上岸 那又怎样? 他就向神还愿 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愿 但我猜 这个推敲都应该是对的 就是他们 希望快些 能够平安上岸 如果神都这样保守 他们就想着 之前许愿 答应神的事 一定会报答 一定会还愿 是这样的意思 我虽然知道 这个经历 反而让外邦人 透过一个不顺服神的 侍奉人员 竟然都能够准确认识神 这个就是神奇缘的作为 大家不知道明白不明白 好 那今天的信仰主题是什么呢? 神在勃契的侍奉者身上 自显可畏 第一 神在勃契的侍奉者身上 显出什么呢? 大能的管教 特意在船上先起风浪 而且风浪越来越大 人怎样处理都没办法 只有一个方法 就丢下来 神在勃契者身上显大能 最终是什么呢? 使世人 相对来说 其他不认识神的爱邦人 向他身为 看到这个环境和神显的大能 就对神有种真正的崇敬 神在勃契者身上显大能 使世人向他呈现 不单只害怕 而且向他献程 包括祈祷 包括感谢神的心 包括实质的物质的献程 甚至许愿 这也是神自己在勃契神的侍奉者身上 所作奇妙的作为 不单只管治这个侍奉者 同时可以在外邦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 这个真是神很奇特 很深的智慧 我们看完之后 信仰法师就是 神实在大能可畏的 因他能用各种方法 向众人展现他的大能与可畏 众人侍奉神的人 不配合神的旨意 在这个情况下 但他的大能必成全 他原先的旨意 我当时 具怕神 求神 叫我不要离开他的旨意 求主联敏 大家都这样学习吧 下一节的预告 又是约拿书 最后一段 就是四章五到十一节 大家可以回家 先去查考 找出约词 试试自己去总结 再反思 下一节再见 今天的读经法第七课 第二节就到这里 原神继续感动你 帮助你去诠释 准确地认识神的话 原神亲自建立你和我 再见 今天读经 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都会看到 我们就会帮助你 我们就要帮助你 他的铃铭了 我们就都会把你帮助你 我都会帮助你 你帮助你 我们就要帮助你 不可 我都会帮助你 我都会帮助你 除了